園林北港朝天宮門外 棚子紅龍還擺著引導信徒走固定的出入通道 平日上午來參拜的信徒不多 不過隨著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10月5號起有條件開放進鄉團參會活動 宗教祭祀場所入座不再限制梅花座 預估平日搭遊覽車來進鄉的信徒也會慢慢增加 進鄉的活動 不過信徒要注意目前廟方也暫時不提供鄉客住宿 往北走彰化南遙宮認為開放進鄉團有助於長輩出門掛鄉 很多天城的鄉客他們年紀都有些大 自己過來朝拜是有困難 如果說是透過遊覽車大家有伴 對他們來講是比較方便 雖然沒有辦法繞進 但是我們可以用其他方式的話來進省也是一樣很好的 陸港天后宮也樂見靜香團來訪 不過還是得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靜香團也要提前跟廟方聯絡 台中大甲鄭南宮則說 之前中秋連假後這兩週假日人潮不明顯 原本沒有提供抽籤拔揮 因為疫情穩定在提交防疫計畫書後 現在能再度開放給信徒使用 苗栗白沙屯拱天宮 這幾個月只能在戶外參拜 到前陣子終於開放一樓 提供給信徒入廟 播廟方說還是停止改運補運的服務 儘管開放進香團 但宮廟防疫一致 還是維持單一路線管制進出 參拜人流時間以及人數上的限制 TVBS新聞 蔡松林 蘇泰影 洪彩倫 中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 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